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683集 绝密之际 天牛州的战火依旧还在燃烧 只不过在这几天草原上却是出现了罕见的平静 没有新的任务从大魂门与归宗传来 众人便不能离去 只能在那地宫内守护着天牛第三学 日子尽管枯燥 但当有一个修士在这草原上 发现了一个破损的法宝后 就变得有意思起来 越来越多的修士从地宫内飞出 在这草原上寻找绿魔舟修士 死亡后遗落下来的法宝与各种物品 只不过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亡灵的神通下毁灭 即便是还有一流 也大都是废弃 但依旧还是有那么几样 保持还算完整 且就算是废弃 也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这样的生活对于众修士来说很有乐趣 没有杀戮 没有死亡 而且因为一起共同战斗过 彼此之间即便是陌生 也有了熟悉的感觉 但这样的气氛 却是在回到了地宫内 骤然消失 每一个外出回来之人 都会不约而同的保持沉默 使而以敬畏的目光 看向那诸多洞府中一个很是寻常的洞府 那里是亡灵闭关所在 这些修士甚至包括阎鸾等人在内 全部都在地宫沉默安静 似怕吵闹了亡灵的闭关一样 亡灵那一战 那三句话 获得了这里的修士 来自心神的尊敬与畏惧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再次流逝起来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集天草原 几乎都被这地宫内的修士 搜了一遍 几乎没有丝毫的遗留 但亡灵的闭关还在继续 没有走出一步 甚至这三个月后的某一天 地宫内在大地上 有数百修士 正言笑交谈 彼此组成了一个个 小型的方式 交易彼此 在这集天草原的发现 以及各自的物品时 突然 天空风云色变 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从远处闷闷传来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顿时让这数百修士 一个个神色大变 齐齐站起身子 神色一扫三个月的轻松 而是变得极为凝重 那闷闷巨响 并非是从极天草原传来 而是从更远的地方 不知传遍了多少范围 传到了这里时 依旧使得天地 隐隐昏暗起来 那轰鸣转眼就传递 到了众人的上空 透出一股看不到 但却可以感受出的血腥与凶上 从这天空上呼啸而过 向着更远的地方不断的扩散开来 地面上的数百修士一个个愣在那里 他们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会出现这不断扩散的轰鸣 模糊间 他们之中有一些人 私隐隐看到 在那天地色变 轰鸣散开中 仿佛存在了一尊天牛 满身鲜血 发出凄厉的嘶吼 这传遍大地的轰鸣 便是那天牛的嘶吼 之所以会持续的扩散 仿佛正是因为 那天牛在痛苦中逃顿造成 只不过模糊看到这一幕的修士 只有不到几十人 在这数百人中也纷纷各自沉默 在这轰鸣扫锅时 整个极天草原都弥漫在其内 地宫中存在的并未外出的数百修士 一个个猛地从入定中睁开双眼 面色变化下 齐齐从洞府飞出 直奔大地 看着天空 一个个愣在了那里 阎鸣等人也纷纷神色变化 从宫殿内飞出 看了一眼王林闭关的洞府后 这几人去往了地面 如此一来 整个地宫内只剩下王林一人 他盘膝坐在洞府中 三个月来一动不动 他体内的伤势 在这极天草原的数次战斗中 被一次次的压下 如今平静下来 展开了疗伤 且用这三个月的时间 王林在不断的熟悉 浑海的同时 也在消化浑海 短暂提升修为后 他获得的一些感悟 这些感悟啊 对他来说 是极为宝贵的机遇 他要将其记住 慢慢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对于他日后修为的提升 有莫大的好处 同时 在这三个月内 王林还研究了自己的残业之术 不过可惜的是 没有穿上魂凯 残业不再是新术 几天草原 天地轰鸣的一瞬间 王林沉静了三个月的闭关 漠然惊醒 一股来自心神的剧痛 直接弥漫其全身 让他刹那间 就出了一身冷汗 更是在他的右侧面孔上 那天牛魂锁化图腾 好似燃烧一般 给了王林炙热的感觉的同时 也弥漫了一股 说不出的悲哀与愤怒 这一股悲伤啊 来自那天牛魂 王林心神一颤 他听到了 那地面上的闷闷轰鸣 整个人在睁开双眼 看向洞府上空的刹那 眼前一片模糊 一期间 他从那闷闷的吼声中 仿佛看到了一些画面 那画面呢 是天牛州的某一处 连绵不绝的山脉 那山脉上存在了 数千天牛州修士 在数月的奋战中 这数千修士一一死亡 最终只剩下不到数百 在那数百人中 有一个人穿着满身漆黑的铠甲 散发出让王林熟悉的 天牛魂的气息 显然呢 这个人与王林一样 都是被天牛认可的 天牛七学中某一学的镇守者 王林看着此人 在一次次的厮杀中 最后被一个从天空 突然出现的赤红色大手 连续轰击了九次 将此人的铠甲 生生崩溃 使得此人肉身爆开 心神俱灭 那赤红色的大手一晃 化作了一个红发老者 那老者一脸阴沉 他站在半空 如同天地之尊 受到下方所有绿魔舟修士的膜拜 画面中啊 感受不到气息 但凭着其杀了 穿着满海的天牛舟修士那一幕 就足以说明 此人修为滔天 在那穿着浑海的修士死亡后 那整片山脉 全部崩溃 形成了无数碎石倒卷 使得那无尽范围 完全成了一片死亡的深坑 与此同时 随着其崩溃 那天牛七穴 一一开启后 彼此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无形避障 立刻崩开了一个缺口 不再完整 王林眼前一案 苏醒过来 沉默了片刻 他知道 自己所看的一幕 外人应该看不到 唯有拥有天牛浑海之人 才可以清晰的察觉 天牛七穴崩溃了一个 直至数个时辰后 那剧烈的声响 才慢慢散了 去往远处 这场突然的变化 使得极天草原的所有修士 隐隐感觉到了不妙 纷纷有了各种猜测 但无论是哪一个 都预示着自有一场大事 将要发生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 极天草原的修士 不再如之前那样轻松 而是岳家的沉默 因为如两个月前那样的天地轰鸣 在这两个月中 又出现了两次 三次轰鸣 三次隐隐传来的七粒嘶吼 使得众人心中的压力 越加的倍增起来 直至这两个月后的第七天 一道长虹 从极天草原后方的天牛州大陆内 呼啸而来 急速的接近了极天草原地宫之上后 化作了一个满身狼狈的黑衣老者 这老者并非是大魂门之人 他来自龟一宗 极天草原 天牛第三学听命 我奉龟一宗大魂门魂一令 命你等速速离开此地 后退百万里 去往天鸣山集合 那里自有通道负责 皆命力走 天牛第三学 魂开拥有者 老夫欧阳真 有要事求见 那老者站在天空 神色露出焦急 但却不忘恭敬 毕竟拥有魂开者 必须值得恭敬 在其抱拳一败的刹那 地宫中 亡灵双目 默然睁开 一晃之中 消失无影 出现之时 已然站在了半空 那老者的对面 看到亡灵的一刹那 这老者一愣 显然没有想到 这里的魂开拥有者 居然是这样的修为 但他也不敢小看 毕竟此地 既然能守住 说明此人 必有过人之处 天牛第一学 第二学 第七学 被绿魔舟毁灭 三位魂开拥有者 道消陨落 欧阳奉命来此告知 请第三学 魂开拥有者 以传颂阵 去往归一宗 执行绝密之计 黄林神色平静 在听到天牛洲 第一 二 七学 全部毁灭后 依旧如此 他在这几个月中 对于这三学毁灭一事 依然有了感应 绝密之计 王林眉头一皱 在下只是 带船奉命而来 不知具体 还望道友 速速以传颂阵 前往归一宗 如老夫这样 带船之人 共有四个 分别前往了 不同的天牛学 那欧阳真呢 右手虚空一撞 立刻便有一枚玉剑 幻化出来 向着王林一甩 此玉剑 其内留下了使用 三次传颂阵 以及阵法具体所在的位置记录 还望道友抓紧时间 宰下另有任务 先行告辞 欧阳真神色 隐藏了焦虑 抱拳向着王林一败 转身化作长虹 呼啸而走 欧阳真来去匆匆 但在他身上 王林感受到了天牛猪修士 在这场战争中的紧张质感 沉默了半上 王林低头看着遇见 地面上树道长虹 闪烁而出 在王林的身后 化作了阎鸾等空节修士 这几人望着王林 一同沉默 许久 王林收起手中欲锦 转身看着身后 阎鸾众人 向着他们一抱拳 诸位道友 数月相聚 终有离别之日 若他日有缘 或许在这天牛猪中 我们还有共同奋战之际 告辞 王林目光在阎岚身上扫过 没有丝毫迟疑 转身向着天空的尽头 一步迈去 其脚下波纹回荡 身影漠然消失 王林走得极为洒脱 他本就不属于这天牛猪 来也好去也罢 如风一样 吹过后啊 或许就不会再有痕迹 阎鸾等人 望着王林离去的方向 直至半主相后 一个个神色复杂 这数月的相处 那一幕幕事情 他们很难忘记 留在了记忆中 成为了人生的沉淀 在王林离去的第二天 这天牛第三学内的所有修士 在阎鸾等人的带领下 全部走出了地宫 离开了这极天草原 放弃了这里 向着天牛猪身处 那欧阳珍所说的位置 化作一千多道长虹 从天地间划过 这天牛第三学的防守 至此落幕了 归一宗 天牛猪内 两个最强大的宗派之一 东周九宗十三门中 尽管不是最强的 但也绝对不是最弱的 整个归一宗 占据了天牛周上 极大的区域 那一座座山伦的半山峰上 修建了无数古老的楼宇刁栏 更有一片稀薄的雾气缭绕 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的朦胧 归一宗的样子 可以看成一个多层环形 一层层环绕在一起 看起来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样 弥漫无尽范围 与大魂门一样 归一宗的宗门弟子 数量也是极多 这样的大宗派 强者不少 在归一宗东侧万里之外 此刻 一片阵法光芒 滔天而起 照亮了整个天空 把大地也笼罩在内 这突然的变化 立刻引起了归一宗的高度重视 数十道长虹 不孝及时 直奔了阵法所在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